这个就是咱们昨天讲的那个 WorldWelter的案例直播说 咱们没讲完 咱们就是关于那个算法 咱们就不给大家再复习了 到时候咱们看一下这个录音内容吧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啊 咱们上这课讲的时候是 先说了一下 它的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预处理的问题 当这个数据拿出来之后啊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影评的数据 影片数据我们是用Pandas给读进来 然后呢 算计课我们做了这样几个处理啊 一般情况下 对于一个就是一个爬城数据来说啊 我们首先先去掉一些HTML标签 这个比较简单啊 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去标点啊 然后分词停用词重新组一句子 这些咱们昨天都说过了 咱们再接着来往下去说 LTK啊 LTK再补充一句啊 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然后LTK首先它有个download的 这个大家不要忘啊 就是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个库啊 现在它安装起来 把库安装起来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实际的去用这个东西了 咱们再来看 然后数据清洗完之后啊 就长这个样子 现在呢 就是我往我的一个Pandas啊 不是Pandas 是我的DataFrame当中啊 又新加了一个列 这个列名字啊 就叫做一个Clean的一个review 也就是说 现在我一会儿呢 要来实际建模的啊 是我最右侧这些数据 那第一步啊 咱们想就是说啊 我要进行一个建模 那点让计算机啊 认识这个东西 首先呢 我需要把我的一个文本数据 转换成计算机认识的一个特征数据吧 那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特征数据呢 嗯 咱们先来啊 做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模型 最基础模型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一个Michael Wars模型啊 咱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磁带模型 这个磁带模型什么意思啊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只考虑一个磁频 可以给大家画一下这个图 我打开一个画图 这个磁带模型啊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语料库当中是有一千个词的 那一共啊 咱们就是一千个词 它是一个赛级结合 就是它里边不重复的词 一共是有一千个 然后呢 我要第一步构造出来一个长度为一千的一个向量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是我就可以看啊 就是说这个长度为一千的向量 然后当前的这个 比如说啊 当前的这个句子 我现在当前这个句子当中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词吧 这些词我可以统计每一个词出现词频 比如说啊 这里算了一下 遮这个词出现了三次 然后呢 呃这个词出现了一次 不爱这个词出现了一次 在出现位置 我给它置于啊 把它就是放一个数 就是它的一个词频 那其他绝大部分词 因为咱们总长度是一个一千 那其他没出现的地方啊 它就都是零 所以说呢 这个咱们的一个向量啊 是一个非常稀出的 绝大部分啊 都是零 然后有值的地方 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呢 它就咱们就把这样一个数字啊 写成几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形式 咱们用啊 最基本的一个词来模型 就能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用我的一个词来模型的时候啊 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SKLearn自带的一个库 SKLearn咱们上一词跟大家说了一下吧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导进来了一个库 叫做这个SKLearn SKLearn里边啊 它有一些非常好用的方法 咱们现在要用的是它哪个模块 是它的一个特征T9模块 在它特征模型下 有一个专门处理文本的这个Tether模型下 我们已经泡入进来啊 咱们当前的这样一个计数器的一个向量就可以了 用我的这样一个计数器啊 我就可以把我的一个 把我的一个资源语言进行一个处理 咱们来看 这块呢 我写上一个特征 就是一个Max Features 它等于5000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基于词频啊 做一个过滤 比如说你的总共的词是有6000个的 但是呢 比如不说6000个吧 是几万个 那几万个这样的一个长度啊 是不是特别长啊 特别长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怎么办 咱们一旦这个向量 你每一个向量都是三万维的 那这个数太大了吧 计算起来不方便 而且都是非常稀疏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做稍微一个筛选 选出一些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我按摆搜索的预料库当中 进行了一个排序 排序完之后呢 选择出来前5000个啊 除键次数最多一次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Max Features 相当于是选择多少维的建型 那就是说选择多少维啊 进行一个向量的一个建模 那这个SK Linear它是怎么用啊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啊 当我们想用一个方法 或者说想想进行一个处理的时候 先把它的对换 先把他的一个对象给它实力化出来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类啊 先把我们的一个对象给它实力化出来 实力化出来之后呢 如果说呀 咱们是要做一个处理的操作 咱们需要进行一个Fit Transform 就是说在第二行当中啊 是实际的啊 做了这样一件事 那对什么去做这样的事呢 在我的Data Frame当中 我们来看上面的这个 就是我Data Frame 然后呢 对它哪个列做了这样的事呢 对它的这个Clean Reveal这个列 也就是啊 把我们清洗出来的这样一些语言啊 做了这样的最基本的一个Backgrounds 咱们的一个词赖模型 做完一个词赖模型之后啊 让我看一下吧 就是我做完的特征 它的一个Shape长什么样呢 咱们一共的数据是有两万五千条吧 在我的两万五千条的数据当中 我点Shape一下 它是一个两万五千乘以一个五千的 两万五千乘以五千 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数据的量是有两万五千个样本 每个样本呢 给它啊 都做成了一个五千尾的一个向量 现在呢 我就把我的一个文本数据啊 转换成了啊 我的一个磁带模型的一个特征数据 那接下来咱们要做一些什么事 我们要做的 是不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分类任务啊 在这里呢 我们是有一个标签吧 我们得有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情感指标 是一还是零 要做这样一个分类任务 要做这样一个分类任务的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啊 先对我的一个数据 进行一个切分了吧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用SKLearn这个库啊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Cross Validation 就是一个交叉验证的一个工具 在这里啊 我impart了一下 我的一个train test Split啊 相当于是 我要对我的数据级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训练级 一部分是测试级 需要传接的参数啊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参数 传的是你的一个特征数据 不是你的一个特征数据啊 就是你的一个数据 它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来看吧 就是前两维 前两维啊 就是说 第一个是你的一个特征数据 第二呢 是你的你的一个label值 因为咱们要做的是一个有监督问题啊 所以说 你需要在参数当中 既把你的一个x 你的一个特征传进来 也要把你的一个y 你的一个label传进来 然后呢 TestSize等于0.2啊 相当于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比例 80%的当成一个训练级 20%的当成一个测试级 RandomState等于0啊 相当于是 因为在我就是进行切分的时候啊 如果说你不止定一个随机 这种子 它会给你随机的进行一个洗牌 然后就是每次切分出来 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咱们通常啊 做交叉验证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调参数吧 但是如果说你调参数的时候 每一次训练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参数再变 数据也变 你是不是不太好说啊 到底这个 你最终的一个准确率的结果 是由什么带来的 不太好说 到底是数据影响的 还是参数影响的 所以说啊 通常情况下 在这里我们都把这样一个随机的种子啊 设置成一个固定的值 也就是说 这一次啊 我是按照当前的这种方式 切分了一个训练机和测试机 下一次呢 当我再重新执行这样一个代码的时候 训练机跟上次训练机 还是一模一样的啊 就是要保证 咱们的数据啊 是不发生变化的 然后啊 下面这块 我有一个就是画图的操作 等咱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啊 再跟大家说一下 它要画的就是一个混淆矩阵 这个啊 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模板啊 这个模板我已经用了无数次了 基本在我搜案例当中 只要我想去展示一个结果 都会把这个代码复制过来 然后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代码在做些什么事 咱们用到时候再说啊 先往下来看 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非常基本的一个分类任务 那咱们先来看吧 现在我的特征也有了 那现在我们还没用 W2Vector那东西吧 咱们先来看一下 当我不用W2Vector 进行一个特征的选择 只用一个基本的一个磁带模型 它的效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这里块我们用一个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啊 咱们上一课跟大家说过了吧 就是一个SIGMODE函数 然后呢 相当于是 咱们最开始讲神经网络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一个得分函数吧 先算一个得分值 把一个分值映射到我的一个 映射到咱们的一个01的一个范围上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咱们还没忘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SIGMODE函数 然后呢 我可以得出来 它属于1或者属于0 这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吧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这个东西啊 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 它是最常用的一种 机器学习的算法了 别看咱们讲的是一个神经网络 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说你的一份数据来了 你的一个 你要做一个数据挖掘 或者说做一个数据分类任务 通常情况下 就是我们能用逻辑回归去做的 我们没必要用一个 那么复杂的一个神经 网络去做 只需要用我们最简单的 一个逻辑回归 就可以把我们当前这个结果 给它 就是可以把这个结果先拿出来 其实呢 这个机器学习上 有这样一种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假设吧 我们能用一个简单模型 根本没必要去用一些复杂模型 在做这件事 所以说呢 咱们先来看啊 当我用一个逻辑回归 先做这样一个分类 这个做分类啊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把我们的一个 logistic regulation 给它实力画出来 实力画出来之后呢 我点FIT一下 FIT里边啊 这个还是 SKLearn这个酷的一个用法啊 SKLearn的一个用法当中 就是我们把一个 X寸还有一个Y寸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数据 还有我的一个Label传进来 这样呢 它就会帮我训练好 我的一个逻辑回归模型 训练好这样一个 逻辑回归模型之后啊 我们来看 用我的一个LRmodel 我去Dial Product一下 Dial Product什么啊 我们刚才是不是 就是在进行划分的时候啊 分成了一个训练级 还有一个测试级 所以说呢 现在啊 我想预测的是 当前这个模型 训练完了之后啊 它的一个 在测试级上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又把一个 Xtest给它传进来了 Xtest传进来之后 我得到了一个YPRODECT 就是我的一个测试级上的 一个预测值吧 然后啊 来看就是这里 我把我的一个Ytest和YPRODECT 就是Ytest什么 Ytest就是我的一个真实值吧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是一个测试数据 但是呢 在这个测试数据上啊 我们是不是还是有它的一个真实值 和它的一个预测值 我都能达到手了吧 然后呢 基于它的一个真实值 和它的一个预测值 我要算两个指标啊 一个指标叫做一个精度 一个指标叫做召回率啊 好